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相应的就拿我这个慧命来交换了一些 把他报号了 对 就是拿去换钱了 然后呢 这一生的修行的能力和根基就已经不行了 这始终都不是一个真理啊 这种说法 怎么说也偶然 也算对某些人可能也对啊 但是都不是真理 因为你现在是 我们学了佛法 都应该从佛陀的角度来去看这些事 是吧 那我们可能活成生生世世 知道吧 因为你是空性的 你的生生世世就在当下 你在佛陀里边四大皆空 你是不认这一世的 你知道吗 你不是只活这一世啊 你生生世世的善与爱福报都在哪儿 你只是提取 你的库法里边 揣出生生世世的东西都在那儿摆着 你只是让他善报迅速地熟啊 那你生生世世的善报是取之不尽的 因为每个人都很多恶报 很多善报啊 所以佛法修善止恶嘛 他止恶的目的就是恶报不熟 他止住了 而且他贪承吃蔓业 这样我的恶报就没有熟的机会 我善报善与迅速地熟啊 我有 但是我先放着 因为我扯不了佛以前 我不敢熟 熟了 很痛苦的 所以让善报熟 所以 但是就这样 我们还是一不小心恶报就熟了 一不小心就熟了 所以善报是取之不尽的 而且对佛学来讲 为啥佛学不开命运的 因为他在释迦牟尼佛见底里 他已经是站在空虚的角度 那每个人本来是佛嘛 那你的生生世世都在这儿 所以你看你哪一世的命运呢 你是生生世世的给礼集啊 你的信息全在这儿 是不是 你可以有选择地活啊 你可以活上一世的福报 我告诉你 可以活上三世几世的 可以拿出来用的 所以你看南老师不是说 有书到 有句是说 那个说说 书到今生读一次啊 就是有的人家 有的人直接把上辈子读的书 拿过来用啊 都不是这一辈子读的 对吧 你可以用上一世的 活上一世的命运 都有可能在正量上 所以你看修行里 如果修行有正量的人 他可以同时有几个他 化身啊 一生生啊 就是化身无数 有平行世界 他会看到有几个他 在不同的维度 其实那个维度 是过去的 他还是未来他 你无法定论 只是在立个维度 你看到有一个你在那工作 在那坐着 坐着跟这个维度 完全不同的事 那么到底哪个是真实的你啊 是不是 那哪个你活哪个的命运啊 就佛学是打破所有的时空的 打破 因为他已经脱破了 释迦牟尼佛的这些伟大就伟大 他脱破了时间空间 这些太厉害了真的 你如果真的去相信他 去证的话 他是在空性的角度 一切换身 那英国那些东西 全部是轮回都是梦啊 你活哪一世啊 他都讲到这么透了 讲到最高点 轮回都成了梦境了 如果你真的安住在他的界地上去 几年以后 你不断的在身心上 活在这个境界里的时候 这一世的命运就不算什么 在系统的在理路上 真的是不会控住你 这一世你可能 因为你的生成八字 因为你的父母 因为你的用儿 你在母一年母一年 会遇到什么事 他有个规律的 就像你的水流这样子 在流 肯定从这样流过去 这一世 但是你的心已经不认这一世了 你一旦学了佛学 这一世只是在这儿 然后你的心已经放在这儿 这一世上一世 上上世佛学活在 每一个当下都看最少三世 过去现在未来 就是上上世 无料无解的岁月 你经历过的都在这儿 哪个都不是你 你活哪个命运呢 那如果你活在这样的角度 你这一世 移植这个肉体 那么你可能会有一些散报 或者不是这一世 应该遇到的 你可能会提前手 都有可能 所以摔挂的人就摔不住 摔不住修行的人 尤其有正量的人 摔挂的人 摔不住 既然我们学了 释迦牟女佛 这么伟大的鉴定 我们就不要局限在一个 小我的境界里 一个小我肯定被摔走了 你知道一个小我的规律 有一个蚂蚁在这儿爬 我这儿放了个笔 这儿放了一个蛇 这儿放个蛇 一只蚂蚁 它从这儿爬过来 我就坐在这儿 不要摔 我就知道它会从哪走 是吧 因为太清楚了 这还要摔吗 一只蚂蚁 它爬 它爬不过这个笔 它就会从这儿走 它不是从这边就是从这 它从这儿走 它过不了这儿 它就从这儿走 这个生命的轨迹 我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人力很渺小 如果你活成一个 这一生 就一百年七八十岁的命运 你还用算吗 我觉得大家自己也知道的差不多 是吧 不就是中间有代习活佛 有可能 一路走到死 中间有婴儿 青年 青年 老年 中年 然后呢中间的感情 七七六一 恩恩怨怨 快乐一百个烦恼 这还有啥算的 是吧 而且命运就是早死晚死的问题 有时候可能 事业不顺 就算点这个东西 但是就算事业很顺利 情感很顺利 你也不苦苦乐乐吧 不就是这样子过一生吗 是吧 命运就是我们因为很渺小 所以我们的生命轨迹太明显了 很简单嘛 你说 所以佛陀 但佛陀的伟大就是 他以空性的角度提出来 你不是这个 这个三维角度的你是这个 时空幻境嘛 三维时空幻境嘛 他不让你活成这样渺小的你 他说你这个六根 你本来就算你变成这样一个 这个东西 就是说幻化出这样一个东西 你一直这个假的 能够去领悟那个真的嘛 没有那个真实的 你连这个幻化的 你也幻化不出来 但是这个幻化的 并不是从那个真的里面生出来的 不是 那样就成了上帝生外我了嘛 那个真的是如如不度的 出来不幻化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幻境跟这个真的 其实不交集的 但是这个幻是你 所以就是说 幻化的就像并也看花嘛 我昨天举个例子 就像你眼睛病了 你出现的错觉 就像你眼睛病了 你看见灯泡泡有个光圈 是不是 但那个光圈并没有出生 你虽然你看见了 虽然这个三维角度在这儿 但它并没有出生 叫无声界吧 就是你并也看见一个光圈 难道那个光圈真的形成了吗 真的出生过吗 如果它真的有生有灭的话 那其他人也能看见 就不只是你并也看见了 它是因为并也 所以它才形成那个光圈 但是那个灯泡那个光圈 是没有出生过的 无声啊 它没有形成 因为你有病看见了 如果它真的有生有灭 有形成有轮回 那个光圈有生灭 它是有生的 那么 我们没病的人的眼睛也能看见 但没病的人就看不见那个光圈 只是病也看见了嘛 所以叫无声界嘛 外发本无声 即使你现在看到了 你呈现出这个光影 呈现出这个三维的投影 这个东西也是本无声的四大接口 你本来就是空性 你要站在空性的角度 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有命用呢 你去活它的命用呢 它一生可能 但是呢 在我们没有圆满之前 在生命的轨迹上 那一生还是有缘 生命里面 会有些就是说 可能 会有些触缘 或者各种有缘 会触动你 有些抱会熟 每一个抱的熟 也虽然是幻境 但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成到嘛 没成到这个幻境 还很真实嘛 那每一个抱好像是 是寂寂在熟 但是每一个抱的熟 还是有触缘的 就是有触缘 然后呢 你起心动念 然后它就形成一个果 触缘就是能触动你心的 影响到你的就叫触 就叫触缘 它不一定能触动你 就是说 不一定离你很近 它就是 甚至你看微博网络 一句话触动你了 那也叫触缘 你会改变一些东西 甚至你不认识 说那句话的人 你不知道 但它就能触动你 因为自己的爱好 自己的喜怒爱乐 都会都是触缘 但是佛学的界地就是 让你活成你的生生世世 没有不要任何一世世 跟你没关系 没有过去现在未来 就佛学的界地很伟大 你要慢慢去静下来去想 它会破除一切的这种 剩下的界地 它是不是对或者错 只是在某一个范围里是对的 只有释迦摩尼佛的东西 它说透了 在哪个范围它都能用 但是人力的界地 人力很多哲学领域的 或者心理学 或者是素数 算命 它在某一个角度 在某一个人道 它是可能某一个区域 某一个 它是有规律的 但是没有达到圆满的 有的只是人道的说法 因为我们生生世世世 不一定是人的 是啊 大家都做过 六道轮回 如果相信这一点的话 我们可能生生世世世 也不知道在哪一道 我们的很多印记 我们的很多印记 那么多时间 不一定会让我们遇到 一红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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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